超無流氓 今天就來到香港出席活檔 那麼難得來到香港 代表姐又有沒有到處逛逛呢 沒有好好玩 但是我又好好吃 因為香港很多好吃的 這樣才會讓我更有動力去健身房做運動 因為我覺得 享受美食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那吃飽了才會開心地去健身房 提到最近已經是第七次 登上國際著名內衣品牌的舞台 很多粉絲都很激動 很開心 大家比我更開心 那其實這次是因為當時我在國內有工作 然後因為沒有辦法回去面試 那他們當時也邀請我走這個圍面 因為也是知道我走過圍面很多次也認識了我 所以他們就說就OK這樣 但是其實大家都說我是最後一個被通知的 其實我之前都已經知道 只是這個小秘密不能跟大家分享 聖誕節很快就到了 但表姐又會計劃去哪裏呢 哪裏都不想去在家陪爸爸媽媽